巴黎奥运会田径项目首次启用复活赛 让原本就紧张的赛制更加刺激 而每家奥运会上都会出现一些骨骼轻疾的神人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来看今天的巴黎奥运热浪 当地时间8月5号 在女子400米跨栏复活赛中 中国选手莫加迭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闯进半决赛 但奥运田径场上什么时候出现了复活赛呢 其实复活赛的引入是两年前 国际田联对田径项目晋级规则的一项新改革 复活赛涵盖的项目包括了所有从200米到1500米之间的 个人田径项目以及跨栏项目 在过往的比赛中 通常是小组成绩前三名的大Q选手 和其余选手中成绩最好的小Q选手进行半决赛 而引入了复活赛之后 除了大Q选手直接登记半决赛外 其他选手都将通过复活赛来争取半决赛的名额 也就是说 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将至少跑两场 复活赛中 所有选手又站回同一期报线 不同小组间的差异 对选手成绩所造成的影响也降到了最小 本届奥运会设计比赛中 一位名叫尤瑟夫迪凯奇的土耳其大叔在全球网络走红 零装备 现实眼镜加睡眠耳塞 三手插兜 像是出来散步 顺便拿了块奥运会银牌 这样的造型和派头让网友瞬间脑洞大开 给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背景故事 称他为现实版的杀神John Wick 大叔回国后连忙接受采访 解释自己是习惯了睁着双眼射击才不带装备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我真的不是杀手 而这样让人感叹人不可貌相的选手 中国队中也有一位 男子110米蓝第一轮 中国选手徐卓一以小组第一的成绩 晋级半决赛 没错就是他 这位戴着眼镜 看起来理科成绩特别好的朋友 这长相和气质也怪不得网友会说 他更像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选手 在奥运会的跑道上 跑出了一种大学生上早课迟到的氛围 玩笑归玩笑 还是衷心期待他 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唱下去 近几年流行这么一句话 在上班和上头之间 年轻人选择上墙 不知不觉间 喷眼不再只是健身圈的狂欢 而是一种年轻人的社交生活方式 在中心奥运会完成首秀的攀岩运动 也带着全新赛制来到了巴黎 新赛制下 运动攀岩设立男子女子各两个脚牌项目 分别是由攀石和难度攀岩组成的全能项目 以及速度攀岩项目 简单来说 前者对应的是奥运精神中的更高更强 后者则追求更快 是这次奥运单独设立的分项 全新的奥运墙上对决将赢来更多的选手 中国攀岩队也在这次对决中实现了全项目参赛 其中速度攀岩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 或能冲击首枚金牌 不过攀岩战场高手如临 四枚运动攀岩金牌究竟花落谁家 中国队员能够轻功复体 飞岩走壁 赛巴黎的浪漫岩壁赛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拭目以待